每晚八帖 聆听读者 大家好 我是主播小楼 今天小楼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知情范 情商高的人都很会发脾气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和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倒霉的一天 周一早晨 你急匆匆地赶公交车站 却看见车子刚好开走了 好不容易等来下一趟 你心急火燎地上了车 车上很急 晃着晃着 突然一个急刹车 你站不稳踩了旁边的阿姨一脚 阿姨冲你骂了一句 你心情烦躁 也顶了她一句 结果两人越吵越厉害 直到车到站了 你才气喘吁吁地 敢去公司开会 会议上你思绪难平 还在想着怎么回骂那个阿姨 比较解气 结果轮到你汇报时 一塌糊涂 老板当众骂你 心思不放在工作上 而且今天还迟到 你又脑又休 整个会议都无心在听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你敢去市场 左手一袋青菜 右手一袋排骨 身心疲惫地回家 推开家门 发现地上全是儿子乱扔的玩具和零食 你气不打一处来 拿起衣架 狠狠地打了他两下 孩子痛得哇哇大哭 这时老公回来了 看到大哭的孩子和空空的饭桌 问了一句 怎么还不煮饭 哎你干嘛打儿子呀 你顿时把怒气转向老公 吼了他几句 他莫名其妙地被骂 也发火了 走进房间把门一甩 打有兴趣了 你又累又饿又委屈 贪坐在沙发上哭了起来 觉得这样的生活真没意思 所以还没有个丧气的时候呢 很多情况下 你觉得人生灰暗 起因不过是一趟没赶上的公交车罢了 但你任由焦虑 愤怒 怨恨 委屈 在心里使劲挤压揉搓 最终被一团皱巴巴的情绪 控制了自己 一天24小时 如果在早晨的前十分钟 就被坏情绪上了身 没有及时平复 然后又带着坏心情 去处理其他的事情 就会引起连锁反应 让你的坏情绪越积越多 最终爆发 失控的情绪 有多可怕 深圳一位郭奶奶 前后六年 带了四个孙子孙女 由于年龄大了 力不从心 长期带娃特别辛苦 她感觉越来越吃力 人也变得非常郁闷 某一天 郭奶奶给孙女儿冲奶粉 由于心急 奶粉的温度调高了 竟没有发现 孩子被烫哭了 而且心疼的孩子 忍不住骂了郭奶奶 郭奶奶越想 越觉得委屈 想不开的郭奶奶 抱着三个月大的孙女 从楼上 跳了下去 重庆有一对夫妻 不知为何事 争吵起来 越吵越凶 妻子摔门而出 准备开车走人 丈夫张开双手 拦在车前 不让妻子离开 怒急攻心的妻子 猛踩油门 丈夫被狠狠撞飞出去 后脑勺着地 当场死亡 这些当事人 固然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但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 没有及时有效 运凭自己的情绪 要么陷在泥潭里 任由坏情绪 拉着自己往下坠 要么像坐过山车一样 一路狂飙 内心无法平静 终于耗尽了自己 所有的心理资源 毁了自己 也毁了别人 情绪失控 生活 也就失控了 陈小春是娱乐圈中 出了名的臭脾气 稍有不爽就黑脸 甚至爆粗 在某综艺节目中 陈小春带着儿子亮相 节目里第一期 陈小春就嫌儿子走路太慢 大发雷霆 连连吼他 走快点 直到Jasper用小喇叭 对爸爸大声喊道 你可以不要生气吗 陈小春先是愣了一下 看到儿子委屈的眼神后 心里以下被触动 他马上意识到 自己态度不好 让儿子受委屈了 他随即转身走向儿子 对他说对不起 父子关系融洽了不少 在后几期节目中 虽然陈小春偶尔也会忍不住发火 但总是很快恢复情绪 得益于父母的教育 Jasper也是一个 情绪很健康的孩子 在节目第二期 爸爸要暂时和他分开 Jasper一边流泪 一边摇头说 不要 害怕见不到爸爸 情绪比较激动 但是经过劝说 他能很快平复心情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还去安慰别的小朋友 面对坏情绪 有的人会压抑 别的内伤 有的人会尽情宣泄 却杀不住车 而有的人 可以坦然表达 自己正处于坏情绪当中 并主动进行自我调节 这才是情绪健康的表现 杨毅 在某综艺节目中 被封为脑王和定海神针 这称号不仅体现了他的实力 更是展现了他超稳的心态 和超强的情绪复原能力 在国际比拼赛中 对手采用了特别的策略 迅速拿下第一轮 中国队处于劣势 面对出乎意料的赛况 杨毅大吃一惊 直直地盯了对方一眼 一般人的心态 也许早就崩了 但是杨毅欢而不乱 他快速平复自己的情绪 几分钟内临时更换策略 靠着稳定的心态 稳定发挥实力 杨毅连赢两回合 直接给对手两记下马威 大大的影响了对手的心态 最后一轮对手心急了 犯了错误 中国队终于获得比赛的胜利 赛后采访杨毅说 我应在另一方面 内功 我不是最优秀的 但我现场的心理素质 的确强一些 我是有80分 就能发挥出80分的那种人 比赛 考试 见面试官 谈大客户 做汇报 在一些关键场合 很多人会非常紧张 一紧张就掉链子 别人或许有90分实力 但因为焦虑 急躁 紧张 只能发挥出70分 而你有80分 你能稳定地发挥出80分 就以胜券在握 坏的情绪需要孕平 好的心情 也同样需要及时冷静 不然 很可能会乐极生悲 就在前几天 发生了另一则 乐极生悲的新闻 哈哈 糊了 话音刚落 王大爷就瘫倒在了麻将桌上 傅杨一位60多岁的王大爷 与排友打麻将 刚开始手气不好 好不容易抓了一手好牌 没想到 不仅糊了牌 差点连自己的命 也糊了 后经医院诊断 王大爷由于过于激动 为突发脑溢血 幸亏救治及时 才算脱离了生命危险 糊了牌 却差点丢了命 这样的开心 真是最划不来的事情 喜怒哀乐 人之常情 总是心如止水 生活自然无拘 但我们也时刻 需要一把情绪的运斗 运凭皱巴巴的情绪 一 承认你有情绪 不要总说忘掉悲伤 放下愤怒 抛弃恐惧 所有情绪 对每一个人 都有保护作用 不要隐藏或压抑它 要去认识它 直面它 情绪复原能力强的人 并不是遇到任何事 都心如止水 他们也会有情绪崩溃的时候 只是他们更能明白 情绪崩溃 只是摧毁掉心中 某个错误的东西 而不是摧毁 他们的整个人生 只有承认 直接面对自己的情绪 才有可能去把控 运凭 二 学会向情绪提问 当你感受到 内心不平静时 请不要对自己说 别想了 而是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刚才在想什么 或者更直接点 对情绪提问 我为什么感到悲伤 在这个内心访问的过程中 你会明白 是什么东西在拖垮自己 阻碍自己 你才能把这些东西丢掉 或者问问自己 是否能换一种方式解决 这个过程 本身就是一个运凭的过程 三 适度发泄 要学会合理地排遣 发泄自己心中 预计的消极情绪 消灭心魔之祸 一些日本企业 就设有发泄屋 里面有仿真相皮人 员工可以尽情殴打出气 心情糟糕时 我们也可以通过大声叫喊 痛哭一场 做运动 唱歌 出门走一走 打游戏等方式宣泄 只要不过度 无论怎样发泄 都是好的 针对性合理发泄了情绪 就能让你在其他的事情面前 保持平静 四 若伤害了他人 请道歉 有些人的内心像个炸药桶 偏偏看哪儿 哪儿都是导火索 一旦炸了 就容易迁怒他人 甚至伤害他人 当你的负面情绪 无法平复 伤害到别人时 一定要为此反省 真诚地向对方道歉 和别人和解 也是和自己和解 和解本身 就是一种对情绪的孕凭 人有悲欢离合 七情六欲 有人被情绪左右 欢步则路 有人利用情绪的力量 激励自己 获得重生 一个情商高的人 任何时候 都不会做情绪的努力 而是让情绪 借给自己力量 越过山丘 遇见十九岁的我 戴着一双白手套 喝着我的喜酒 他问我幸福与否 是否永远了忧愁 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 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我说我从 半期节目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再会 做个心带银致的歌手 就让我随你去 让我随你去 你这背影婆娑的人流 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 带银致的歌手 挥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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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